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东北方的790公里的海面上 朝着西北溪转西呢 再沿着这边来移动 那么月季到了明天将会登陆中国大陆的上海一带 因此提醒在这两天会前往浙江上海一带的民众多加的留意 那么明天这颗贝必将它的中心位置会更靠近琉球的海面 也要提醒附近作业的船只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今天台湾各地呢跟澎湖离岛啊 基本上都是多人到情的 但是提醒今天在离岛的金马地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降况 各地的高温大部分落在33到35度 提醒大家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面会比较闷热 不过受到这颗贝必将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提醒今天在整个北部海面的海边活动要格外的当心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到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 都容易有长浪发生 目前在台东就观测到了2.1米的浪高 提醒今天沿海的活动也要格外的当心 在降水的部分 今天的水气相对来说比较少天气很稳定 清晨到上午的部分中部以北地区呢 跟离岛有一些零星的飘雨状况 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多云到情的好天气 今天午后的雷震雨相较昨天也会减缓许多 只有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雷震雨状况 那么到了明后天 这中秋佳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 礼拜一礼拜二呢 礼拜一的天气会比较好 礼拜一还是多云到情 集中这午后南部跟山区有一些局部的雷震雨 但是注意到从礼拜一晚上开始呢 这风向改为却偏东风 所以到了周一周二呢 这东半部的云量会比较多 偶尔会有一些短阵震雨 西半部多云到情 维持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所以中秋佳节上月亮 目前看起来西半部地区是比较适宜的 东半部的云量可能会比较多 下周三过后天气变数会比较大 目前看起来会有两个台风有机会生成 但是不会直接侵袭到我们台湾 不过可能会带来比较多的雨势 我们持续为您关注了 来看到今天星期天的天气小叮咛 天气恢复稳定 高温炎热 多多的补充水分 要做好防晒工作 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